近日王沛宇在某节目中谈及哥哥张国荣去世 王沛宇说自己得知以后突然向洪水下了闸 哭了三天三夜 很多人不理解张国荣 王沛宇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像我一样懂他 我的知己没了所以我很难过 王沛宇是当代中国第一京剧女老生 有着离远小冬黄的美誉人称于老板 于老板非常喜欢哥哥和哥哥有共同好友宋小川 经小川介绍两人认识 王沛宇还曾邀请哥哥看他的戏 哥哥在2003年的时候说过如果有时间到上海 会去看沛宇的戏可惜再无机会 王沛宇对张国荣的喜爱众所周知 他最欣赏的张国荣主演的电影正是傍晚别基 那种人性不分的状态在别人看来似乎很难理解 但对王沛宇来说却能体验到一种极致的美